大政治大爆掛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午安 我是周玉琴 今天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好了 誰才有資格出來選2020總統呢 當然這很簡單嘛 你必須要先講清楚 你是要把台灣人帶到哪裡去 帶到什麼方向 結果韓國瑜他有沒有呢 有他說出了八個字 你可以說是八字真言 他說當總統就是要讓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而他雖然只是一個市長 但是正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他非常努力在跟全世界交朋友 你看他到處在搶訂單 在拼經濟要讓人民有錢 那麼現在觀眾朋友 你看到的這個同步的畫面 是來自於香港的會展中心 在今天下午的這個活動 是叫做農漁產品的推薦會還有簽約儀式 我們很好奇到底這個簽約是又拿到多少的訂單了呢 等一下就會公布答案了 那麼現在我們看到呢 這是在剛才喔 那麼我們也看到韓市長在進場之前 也有接受媒體記者的訪問 那麼他剛剛有講什麼最新的談話 我們馬上會掐出來讓大家來看喔 那麼但是呢在此同時 我們就要來看看 那剛才我們在講 對的確要讓人民有錢 這是韓市長現在努力在做的 他已經站到一個總統的高度了吧 但是呢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一個條件的話 那蔡總統他有沒有符合呢 他有讓台灣安全 他有讓人民有錢嗎 那麼韓國瑜他現在提出來八字真言 但是你也別忘記啊 蔡總統不是有提出來一個三條件嗎 但是你去仔細看看這個三個條件 你有發現嗎 蔡總統好像都在打臉他自己 比方說第一條第一個條件是什麼呢 他說你要熟悉國際事務 你要懂得折衷協調 那我們要問問看蔡總統 請問你在國際事務上 你有折衷協調什麼嗎 你有取得什麼樣子的成就嗎 但反而是韓國瑜 他好像比較符合這三個條件吧 等一下我們一定要好好的來比一比 好現在我們來比較呢 那就是韓國瑜跟蔡英文總統 兩個人都在出訪 他們都在國外都在拚 但是韓國瑜在拚什麼呢 他是在拚鈔票吧 因為在拚經濟 蔡英文他是在拚什麼 他是在拚選票嗎 一直在拚政治 因為蔡英文今天是被問到 蔡賴沛這個問題 他才回嗆韓國瑜 但是韓國瑜是替在高雄人吶喊 說拜託你要給我國際機場 你要給我自經區 你要給我錢 我很窮 我高雄很窮 但是我們看蔡英文總統 他聽到了他有回應嗎 總統府有回應嗎 行政院有回應嗎 沒有人在吭聲不是嗎 所以很簡單 現在韓市長就要自己拚了 現在我們來先看一下 這個韓市長 他在剛剛稍早有一張照片 是高雄市府方面 他們提供的最新的行程 除了在現在你所看到 就是在香港會展中心 馬上要舉行的這個活動之外 剛剛稍早是在香港 他會見到了香港特首鄭林月娥 那麼在剛才也有看到 鄭林月娥跟她的合照 兩個人如何互動 我們稍後也會繼續來討論 不過我們來看到 現在你所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剛剛讓他們兩個人見面 也非常熱情握手 你有注意到韓市長 兩隻手上去握 那麼但是在今天這個會見的過程 因為只能開放10個人 所以只有韓市長 還有妻子李嘉芬 那麼另外還有局處首長 一共是10個人通通加在一起 那麼進入到這邊 會見了香港特首 我們等一下都會帶你來 來關心最新的香港行程 那麼首先我們就要先來看一下 這個韓市長在剛剛稍早的 這個最新談話 香港那個特首講的一個數字 讓我們非常震驚 香港的所有的農產品 水產品白四分之一 來自日本 那他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過去台灣 沒有經營香港這個市場 我覺得這讓我們非常的震撼 所以未來顯然高雄 整個農產品水產品旭產品 進軍香港大有機會 我覺得這是今天中午 我們在聊一個很有意義的一個數字 而且也告訴我們一條未來 還可以發展一個道路跟方向 看到這個韓市長在剛剛進入會場之前 他接受媒體記者的訪問的時候 他提到了他非常的振奮 因為在今天一跟這個香港方面一會談了之後 才了解到說原來其實有蠻多空間 是可以讓高雄的農產品水產品 續產品等等來進口到香港的 那麼等一下我們當然就要來了解一下 那麼是不是可能在這個部分 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隨時鎖定我們的這個同步的連線 不過我們首先來介紹一下 今天節目當中幾位參與的來賓 資深媒體人謝寒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坐得那麼近 我突然覺得不太習慣 好 前立委林國慶 國慶兄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的文傳會副主委 兼發言人洪孟凱 答案 大家好 好 再為大家介紹這邊的來賓 兩位美女 首先我們來介紹台北市議員優淑慧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也介紹前立委林憶華 憶華姐 郁琴好 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再為大家介紹的是 新北市議員黃俊哲 主持人 大家午安 好 首先我們就來趕快看看 剛才大家也都聽到了 韓市長全力的在拚經濟 結果剛剛還沒有看到什麼訂單 金額公布出來 但是好像感覺到 一絲絲 利多的氣氛出來了 這個韓濱要不要先來聊聊看 你怎麼看現在的香港型 對 我剛剛聽韓市長這樣講 我有點嚇一跳 香港離我們這麼近 日本的農產品我們都知道 其他價格絕對不會便宜的 結果香港居然有四分之一的 農產品是從日本來的 這讓我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因為你說從中國大陸那邊來 我可以理解 因為香港距離比較近 或者說東南亞過去 也可以比較理解 可是他居然會選擇從日本 而不是從台灣過去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所以過去我們到底 為什麼會忽視掉 香港這樣一個地區 我們是有機會去賣一些農產品給他 還是因為我們就 可能是不是農委會的官員跟我一樣 就有一個成見認為說 香港離中國大陸那邊那麼近 他一定都買中國大陸的東西 所以就沒有去開發這塊地區 假設是這樣的話 我希望今天韓市長既然帶回來 這個訊息 大家真的要趕快想辦法去看 有什麼東西我們台灣 在那邊可以競爭的 趕快把這些都賣過去 實際上我必須說 其實台灣的商人 是全世界最敏銳的 我必須這樣講 台灣當年我們的經濟奇蹟 也是靠商人 在全世界去打拼出來 而不是政府去打拼出來 我必須這樣講 當然現在商人 他為什麼沒有把這些東西 賣到香港去 我相信中間有一些理由 這些理由可能就有帶於 政府去想辦法去幫他突破 所以我必須說 政府應該作為我們商人 最堅強的後盾 可是過去這20年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的政府反而不是商人的後盾 而是一直不斷的在拖我們 扯我們台灣商人的後腿 一下告訴他這個不可以做 那個不可以弄 這個可能通敵賣台 這個又怎麼樣 到最後搞得我們的商人 幫手綁腳 他只有兩種選擇 一種就是我錢已經賺夠了 我乾脆不要做了 我就回家休息好了 另外一種就是 我乾脆脫離台灣 我可能涉及新加坡 可能涉及其他的地方 我為我自己打拚 我顧不了也那麼多了 我們真的需要 搞成這個樣子嗎 所以我覺得像今天 韓國瑜去中國大陸那邊 我在中國大陸有很多朋友 他們也非常熱切的期待他來 因為想要看一看 韓國瑜這個禿頭到底怎麼樣 很多人也想看 王宥正到底長什麼樣 那好皮說 其實我希望韓國瑜帶去的是 不只是像我今天在 我今天在中國大陸的 那一網站上直接講 我告訴大家一個 韓國瑜這次來一個洋謀 他就是專程來賣台的 真的 他真的是來 賣台灣的產品賣過去 但是同樣的 我希望韓國瑜過去的時候 也希望大陸有這些朋友 你們趕快來賣路 把你們中國大陸能賣的東西 也告訴我們台灣來 有便宜的 好的 台灣為什麼不能買 做生意擺就是互相的 哪有一個單方面的東西 如果單方面一直要求 中國大陸跟我們買 一定要買久 人家也不想買了 對 因為覺得沒有回饋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兩岸交流 一個重新的開始 因為蔡英文上台這三年來 已經慢慢慢慢 好像變成一個層級的 我希望藉由韓國瑜這次去 能夠突破 然後我希望韓國瑜這次去 帶回來很多訊息 政府的官員不要誘韻的成見 而是要趕快 想辦法從這些訊息開始突破 為台灣商人 為台灣同胞 帶來新的未來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對 的確 我們的東西賣過去 那邊的東西也賣過來 因為我現在前不久 也是有企業界的朋友就是說 他們其實才跟新疆的 那邊的企業就簽好了 先把他們的東西 是要賣到高雄去 因為他們買了高雄的漁產品 水產品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有來有往 這是一個利多 這是一個好的循環 今天我們看到韓市長 他就非常努力的 希望能夠繼續幫大家賺錢 所以今天開始 你看他要怎麼拚呢 好 現在因為剛好我們的蔡總統 他也才前腳剛走 兩個人都是出訪的行程 那我們就來比一比 看誰能夠取得實質的成果 我們這樣講好了 好 韓市長他是在努力的拚鈔票 因為他要簽約 他要的是訂單 我們來先看一下他的行程 各位剛剛在這個畫面當中 你看到同步從香港會展中心 傳過來的就是這個 叫做農產品推介及簽約儀式 這個是在今天的一個行程 那不只是今天在香港 明天到了澳門也有 也是要簽約 是澳門高雄投資洽談會 及簽約儀式 所以一定也是要拿訂單 再來到了3月26號 在廈門這邊也有一個 農漁產品簽約儀式 所以也是要把我們的東西賣過去 在這邊整個過程當中 從3月22號到28號 這一段期間 是不是可能又會像上一次 出訪新馬的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其他的意外的訂單 或者是可能又談成了什麼樣子的好生意 我們不知道 但是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好 總而言之 這一次重點就是我要去簽約 我要去拿訂單 但是我們來看看這一邊 蔡英文總統他是在拼 我們要先講啦 也是在拼外交 但是他有沒有在拼鈔票呢 他是撒鈔票吧 因為在這次出訪南太平洋的 友邦國家裡面 我們已經知道他要贈送 帛琉跟諾魯他們多功能巡邏艇了 把這個巡邏艇送給他們 那也是花我們納稅人的錢吧 所以你說是不是兩者大大的不同呢 來 淑慧怎麼看 我覺得韓總 韓市長 不愧是賣菜狼出身 他那個鼻子真的是非常利 聞到哪裡有錢 哪裡有市場他就會去 香港的市場有多大 農產品的市場有多大 我給各位幾個數據 我們現在台灣去年 出口到香港的大概是4億美金 也就是大概120億台幣 但是日本出口到香港的有多少 超過500億台幣 香港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國 所以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 我們還有非常大的市場 可以去跟日本競爭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這個策略完全是對了 難難合作 為什麼難難合作 因為我們跟香港的距離 一定比日本跟香港的距離近 我們南台灣的水果蔬菜等等的 也一定不輸給日本的品質 所以哪怕我們只要成長一倍 從120億變成220億 你想想看 這對香港的經濟幫助有多大 的確 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主播王宥正目前就在香港的現場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目前的最新情形 交給宥正 好 現在我們看一下 這個訊號不太穩定 不過我們馬上再切回到現場 現在高雄市長韓國瑜 他已經就定位 他已經來到香港的會展中心 那麼在今天要舉行的 最新的農產品推薦以及簽約儀式 事實上在行前其實雙方面包括企業界有多位 來自於高雄還有香港的朋友他們互相往來 而且在台商這邊其實也非常的希望能夠看到有更多的投資跟合作的機會 那麼對於香港的農漁產品能夠行銷到香港 那麼現在大家也都很多的期待 那麼等一下我們還會再看到 現在目前的最新的簽約儀式馬上要開始 等一下我們也會交回到香港現場 好 淑慧請繼續 我繼續補充 而且這次韓國瑜到香港的規格是相當之大 因為我們過去也有訪過香港 柯溫哲去香港的時候 我記得他並沒有跟特首會面 所以韓國瑜這次跟特首會面的 第一個層級是很高的 第二個是在會展中心裡面辦活動 大家可能不知道香港會展中心 是香港最重要的一個建築 香港的97回歸就是在那裡辦 那個會展中心就是為了97回歸而蓋的 所以那個場地第一個 你除非是很重要的活動 否則他也不會外界 所以他這次到香港 可見港府方面是非常慎重的在 配合他所有的活動 包括說會展中心 包括說特首的見面 因為我們看到行程 他是一下飛機就到了特首的辦公室 去跟特首 禮賓府裡面去會面 所以那代表說特首把時間空下來了 所以我認為說 他們兩個人這樣子的一個互動 算滿熱絡 雖然說議員們是沒辦法進去 因為只是有限制 10個人才能夠進入 但是你看局處首長門 從旁邊這樣一字排開 然後我們也看到 市長坐在中間 那麼旁邊是夫人李嘉芬 從這兩個人好像都面帶著微笑 這樣子的一個 雖然是沒有畫面 但是我們從照片 似乎可以看得出端 對 另外一邊應該是 港府裡面的官員 其實這幾年我們從 我之前在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香港其實就一直很希望跟台灣 有更多的往來跟接觸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台灣要到大陸的各個城市 是要經過香港轉機 所以一定要經過香港 可是現在有直飛以後 香港少了非常多的旅客也好 或是轉機的客人也好 所以其實香港這幾年 是非常主動的希望跟台灣的 各個城市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然後讓台灣的客人 願意再回到香港去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第一站選擇香港 真的是非常正確 第一個 香港也需要 第二個 高雄也需要香港這個市場 香港需要台灣的旅客 高雄需要香港的農產品市場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互惠 蔡英文就比較可惜一點 你要說韓國瑜是去賺鈔票的 蔡英文去送鈔票的 我覺得這兩個人的格局高下立判 至今韓國瑜 還沒有對蔡英文口出什麼惡言 但蔡英文連他的辦公室都要管 我覺得你還是先管管 你自己的行政院長在挑戰你 現在2019年 台灣正面臨很關鍵的時刻 韓國瑜拚經濟帶來什麼樣的效果 上行下效 帶來一個示範的作用 如果你各個城市上市總統 下市每個城市的縣市首長 都去拚經濟的話 台灣民眾一定是拍拍手的 大家一定是賺錢賺到笑嘻嘻的 所以我覺得嘴巴可以用來拚經濟 不要用來互相罵人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 是在高雄香港的會展中心 看起來這個儀式即將要開始了 那麼在剛才我們其實也特別比較過 在之前其實這個韓市長 那麼他一再的都會在出訪之前強調 他一定是以經濟為主 他就是要拚經濟 那麼他少政治 甚至也不會去踩紅線 一切呢都會尊重對方安排 那麼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拿到訂單嘛 這才是最實質而具體的成效 那麼現在你所看到呢 是在這個香港會展中心 他們正在播放著這個影片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現場交給主播王宥正 宥正 一切是要播給誰看的呢 當然就是來自台灣 今天非常非常收到港媒 還有香港民眾 甚至包含的這個華僑歡迎的韓國瑜市長 但是呢 哇 因為人太多了 我們這個角度不曉得能不能拍得到韓市長 可能呢 現場有幾個頭髮都光光的 但我看呢 可能也都不是韓國瑜啦 那麼今天呢 這個場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韓國瑜呢 這一次出訪喔 算是有機會 真的可以賺到錢的第一站啦 這是一個這個農產品的推介會 還有簽約的儀式 那麼時間呢 是兩點鐘 但是有點Delay了 剛剛呢 這個貴賓到場之後稍事休息 那麼韓市長也才剛剛進場 那兩點大概到三點鐘左右 目前看起來 可能會到將近三點半才結束 那麼這一個行程喔 主要呢 是要跟香港中華的出入口商會 然後配合這個我們的高雄市農會 還有高雄區的餘會 要簽訂一個四年兩千萬港幣的MOU 也就是呢 這個備忘錄 那麼折合台幣大概是七千八百六十萬四年 所以每年大概是一千九百六十五萬 那麼最主要呢 就是要把高雄呢 非常非常優質 而且品質非常良好的這個農產品喔 包含了蔬菜水果等等的 統統呢 都行銷到香港來 那麼稍早喔 其實韓國瑜市長到了這個香港之後呢 他的第一站是先去 會見了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那麼我們的新聞畫面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韓國瑜市長呢 跟林鄭月娥呢 兩個人好像談得買看戲 那他有看到這個照片 但不曉得談了什麼 而待會呢 在整個這個MOU的簽訂儀式 那麼結束之後呢 韓國瑜市長喔 也會在香港的同個場地 接受媒體的專檔 而我們在這個會場喔 我們也觀察到了 你除了看到很多很多的人頭之外呢 我們把鏡頭稍微往旁邊移動 你可以看到呢 旁邊有沒有看到一些很多的這個蔬菜水果 包含你看到了 這裡有這個 欸 這遠遠的喔 我們這距離真的是蠻遠的啦 看起來應該是高麗菜啦 然後旁邊好像有一些水果 欸 那個綠綠的可能是木瓜 然後其他水果真的太遠了 其實我也看不出來是什麼 不過呢 這就是一個這個所謂的推介會 那麼希望呢 可以把高雄的這個好東西 那麼能夠回 可以請教到香港來 那麼稍後呢 這個韓國瑜市長就會上台致辭 那麼來自現場最近消息 繼續鎖定大政治大爆化 我們隨時要問你 這個插播掌握 好 就在最後呢 剛剛看到了韓國瑜站起來 跟大家打招呼了 好 那麼稍後呢 現場狀況 我們再隨時插播 好 我們現在看到呢 這個在香港的現場喔 好 那麼在剛才呢 這個主持人在台上 一一介紹 除了高雄市長韓國瑜 那麼這一次死刑呢 當然也有這個帶著 這個副市長葉匡時同行 台灣的相關的一些 高雄市政府的局處首長 那麼剛剛呢 韓國瑜市長也是站起來呢 用他非常招牌的方式喔 彎腰鞠躬舉手 來跟香港的媒體來打招呼 那麼這一次的情城喔 其實香港的媒體 非常非常關注 因為光是港媒 據說就來了80家 80家的港媒 把現場擠得真的是亂七八糟 而且呢 他們的管制喔 比起台灣其實是嚴格不少 因為他們把所有的媒體呢 透過了隔板 給隔在這個會場的後方 所以呢 我們是完全無法靠近的 那麼 那麼現在呢 整個狀況呢 就是介紹來賓 那待會兒呢 當然看到現在已經有人在準備這個講台了 待會市長上台要這個說明高雄的蔬果行銷的時候呢 我們再隨時會為您差不多掌握 先把時間鏡頭換給同內的玉琴 好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啊 高雄市長韓國瑜 那麼他隨時有可能就要準備上台致辭 那麼現在您所看到呢 就是香港的最新畫面 當然呢我們一方面看到這個情形喔 在今天呢這個香港的這個會展中心喔 剛才也聽到就是又正形容說這個現場就有80家媒體 香港的媒體光是香港媒體就有80家 這還沒有算台灣喔 隨行採訪的媒體記者 也因此可以看得出來喔 其實呢 在這一次韓國瑜市長他出訪到香港喔 這一次呢 除了香港之外 要到澳門以及深圳廈門等地 那麼事實上這整個過程 整個行程對於兩岸四地來說 都是受到了高度的重視和矚目 你也可以從這個媒體擺出的大陣仗 隨行採訪或者甚至是在當地採訪 你就可以感受得出來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看到馬上在今天呢 這個下午的這一場 農魚產品這個推介會 即將要登場了 那麼在稍後 高雄市長韓國瑜也即將會上台 來發表致辭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我們馬上回來 謝謝 好 你現在所看到的畫面 就是在這一次的主辦的單位 香港出入口商會的代表 正在發表談話 那麼隨即在稍後 當韓市長上台致辭的時候 我們再切回到香港現場 那麼現在除了一方面 我們看到今天下午最重要的 對於高雄市長韓國瑜來講說 他現在第一站到香港 就一定要趕快想辦法 交出成績單嘛 剛才我們也聽到了 好 四年將近台幣有超過7000萬 一年大概平均就1000多萬 義華節 今天是在香港 第一站 這個四年7800多萬台幣 這個第一個成績就先出來了 MOU先簽給你看 所以這拼經濟很明顯對不對 這一次我們當然看有沒有意外 因為會有三個 現在聽說預期就三個 對 我們剛剛框出這三個 我反而覺得剛才 韓明說很重要就是說 因為我有去了解一下 我們其實出口的部分 其實政府限制很多 所以我還希望說 希望這次拿到好成績 能夠幫我們拼經濟的同時 我要拜託 我們的行政院的相關部會 不要再去說一些酸話 很重要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為什麼日本可以占到四分之一 我們那麼近 為什麼沒有 我才了解說 我們在一些規定上 包括拿到證明書 需要給廠商時間很長 像決定來說 他要39天前申請 然後要到45天前 或更早到60天前下訂單 才拿到我們這邊的證明書 或是甚至說 如果我每月要正常出貨 要預先四到五個月下訂單 所以就是我們自己很多的規定 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自己綁自己 自己綁自己 所以我希望說 反而這一次之後 既然監民講說好 我們他為了明年2020 那是不是如果可以在 我們的相關產業上 可以鬆綁 我覺得這才叫做 共同樂觀其成 看到我們一起為台灣拼經濟 我覺得這一次看到 我譬如說現在的這個網際網路 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我最可怕是說 韓國瑜現在那個熱潮 你會發現不只在台灣 幾乎有華人在的地方 包括在香港 包括在大陸 包括在世界各國 我覺得現在是為之瘋狂 所以其實包括你看他去香港 有那麼多人 那麼多的媒體 我覺得這已經是真的 就是對他未來的政治 是非常非常關注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我們也期待 他能夠善用他這樣子一個 所謂的寒流 他的熱 真的能夠幫高雄 多拼一些訂單回來 這個部分 我是在立法委員立場 我希望中央也能夠樂觀其成 不要在那邊說一些不好聽的話 確實如此 今天我們其實也看到 他此行的確也獲得了 香港特首會見的機會 那麼這也代表著說 其實對於高雄市長 韓國瑜這次的到訪 那麼不但說是要祭出高規格 而且也可以說是 備受禮遇跟重視的 否則怎麼會有這樣的一握呢 好 孟凱你怎麼來解讀 今天他跟香港特首 林鄭月娥的會面 是 我覺得韓國瑜市長 他從上任到現在 三個月的時間馬不停蹄就是要拚經濟 為人民拚幸福 所以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這就是現在大家最需要的事情 最希望的事情 不是嗎 台灣怎麼安全 越交流越安全 很簡單 如果說今天我們 把我們的貨品全都賣出去 也把這個路貨可以賣進來的話 越高流的時候 就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最怕什麼 最怕越獨立的時候 當我們是一個孤零零的島嶼 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那就很危險了 因為就代表說沒有跟人家有任何往來 所以台灣安全 就是要像韓國瑜這樣子來拚 人民有錢更簡單 韓國瑜剛剛就講了 香港原來現在有四分之一 是日本來的農產品 現在我們就知道了 市場在哪裡 就是經濟在哪裡 就是money在哪裡 也因此韓國瑜市長 就這一次出去之後就知道是說 未來我們的目標方向 就可以往香港 而且香港很近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好用 我們就說香港有一個特性 因為香港的人民所的平均 是非常高的 而且有去過香港的朋友都知道 香港的物價也很高 簡單講一個飯盒 那個飯盒中午的那個便當 可能兩三百塊台幣都跑不掉 就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台灣有什麼樣的一個優勢 就我們台灣的農產品 其實不輸任何人 尤其是日本 我相信我敢打包票 我敢保證我們台灣的農民 真的要做這種經濟產物 經濟水果 尤其是越高品質越好 越甜的水果 台灣真的No.1 但是過去我們苦無沒有通路 也因此韓國瑜市長這一次 如果說能夠再加進 把這個產品賣到香港的話 我相信越來越好 也因此最後我真的希望是說 這一次一定會有個漂亮的成績單 讓我們拭目以待 是 不過我們來看看 韓國瑜出來拚 但是蔡英文還要嗆 但是他們是怎麼樣來互嗆的呢 事實上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段訪問把它揭露出來 讓大家先來看看 他們兩個人到底在互嗆些什麼 我覺得韓市長應該多花一點時間在實證上 尤其是趕快把辦公室還給他的海洋局 至於就是說 這個選舉這個初選後 會有什麼樣的情勢的發展 現在都研製過 如果他關心高雄市的海洋局的同仁的話 要建議蔡總統不妨更關心一下高雄整個這個城市的發展 我們高雄南台灣需要一個國際大機場 希望蔡總統聽得見 我們高雄需要創造出一個自由經濟貿易區 讓高雄的經濟脫胎換骨 希望蔡總統聽得見 我們高雄需要一個專屬的石化區 希望蔡總統聽得見 我們高雄的財政困難到全台灣最貧窮的第一名 希望蔡總統聽得見 不要該聽得見的都沒聽到 只用小牙籤一樣這樣子鑽 失去了總統的高度跟格局 好 大家聽到了嗎 其實當蔡英文總統 她為什麼會講出說 希望管管市政 對著韓國瑜市長來嗆 最主要是因為她被問到了有關於 蔡賴沛是不是玩假的 因為韓國瑜她有她的觀點 所以蔡英文一聽到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她馬上回應了 可是你看到在剛才 這個韓市長她是不是提到說 我們需要機場 要國際級的機場 我們要有自經區 我們需要錢 我們很窮 結果到現在 你聽到蔡總統的回應了嗎 總統府方面也沒有任何的回應 更不要說是行政院了 國慶 那是因為小英總統 現在的心情滿複雜的 一方面這幾天大人都不在家 柯文哲現在在幹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 韓國瑜在幹什麼 每一家電視台都爭相的在報導 因為他在為台灣拚 經濟要拚外銷 蔡英文總統會講海洋局這個辦公室 我覺得滿訝異的 因為這樣有失一個總統 一國之尊的高度 你如果剛才要給他電話 旁邊小洛洛很多 你看都有不分期的議員 北冠協隊可以關到韓國瑜去 也不用總統你真心講 這樣講會降低了你的格調 因為你就知道 韓國瑜做到老冬 嚇到老冬 你出去這招 你去怕這些友邦國家 說真的這些友邦國家 對我們台灣幫助了多少 協助了我們什麼 是不是都要我們存檔手 要讓我們去監視一下幫忙的 你看看 那個巡邏庭只是見面禮而已 見面禮 後面不知道還有沒有 後面還要多少錢 要求多少還不知道 所以說 我是覺得還是不要成口舌之快 好 來 韓市長現在上台了 我們先來聽他的致詞 同時幾位還有我們中常委一起跟著來 參與這一趟盛會 還有我們各界高雄的好朋友 各位我們新聞界的女士先生 所有的香港各界好朋友 大家午安 這一趟來香港 匆匆一別將近十年 十年前跟十年後 心境 年紀 髮型 還有工作的職務 通通不想搞 吹吹老癮 偏偏這麼老癮得到的一個新工作 六十一歲早的工作 必須要認真的做 中午 跟我們行政長官 林鄭女士 范子 她講了一個數字 把我嚇一跳 她說 在香港所有進口的農產品 水產品 日本食物 佔將近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 照剛剛我們財政市城市長的報告 那麼這麼大的一個進口額 我們台灣只有佔香港的百分之三點六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把這個數字拉到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二 都是一個非常合理的 顯然 我們台灣農產品 水產品過去 基本上在香港這個開發是不夠的 所以剛剛 行政長官講了這個數字以後 讓我真正的 真正的嚇一跳 另外 她又講了第二點 也讓我覺得很有學習的地方 她說她擔任公職人員三十九年 她看到香港這麼多年 一點一滴的進步跟成長 金融海嘯之後 她發現香港不轉型 絕對不行 所以她大力推動科技財產 像這些都對我來講 身為高雄市長要學習的很多 也跟各位香港各界的好朋友報告 這一趟 我帶領了我們整個高雄團 我們是希望第一 交朋友 第二 賣東西 第三 希望各位香港各界的好朋友 不嫌棄 多來高雄 我多看看 多旅遊 看看有沒有什麼投資的環境 我們希望香港的好朋友 能夠多多來到高雄 第一個交朋友 第二個賣東西 第三個呢 吸引大家盡量到高雄 那這一趟未來的高雄 跟香港之間 我們希望更密切的交往 尤其地圖攤開來 坐上飛機 九十分鐘就可以到了 也要跟香港各界的好朋友報告 這兩三個月來的高雄 產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小時候我們在童話世界上看 看到一個公主 吃到一個毒蘋果 被她被害了 就睡在一個塔裡面 等了幾十年一直在睡 突然有一天一個白馬王就騎個馬過來 輕輕輕了一下公主 那公主也一亮就開始起來了 高雄就差不多了 這個巨人從去年開始 跟大家報告 聽人機已經正亮了 高雄這個巨人睡了幾十年 所有的條件 所有應該有的資源 所有的亮點 通通沒有發展 現在這個巨人已經開始崛起 我們有信心 跟香港各界好朋友報告 高雄這個經濟巨人一站起來 它會像美國的紐約一樣 政治在華盛頓 它會像中國大陸的上海一樣 政治在背景 將來這個台灣那個高雄一站起來之後 政治在台北 經濟中心會是以高雄為中心 所以各位香港好朋友 歡迎來高雄 來越早 賺的越多 我們多交朋友 多來玩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謝謝 非常感謝韓國瑜市長 那就是我看市長剛剛所說 現在高雄這個睡美人 睡公久已經是醒來了 我們也是期待著 兩年之間有更多的交流和往來 好回到香港會展中心 現在的畫面 大家來看一下 目前的這個韓市長 那麼他現在剛才在跟這個香港方面的代表 那麼互贈了這個伴手禮之後 那麼現在我們來先聽一下最新的現場 所以我們稍後要一起來接觸做協議 在一支開車前 首先要有經濟下的主要交換上台 為我們一起來協證 有一個重要的時刻 尤其香港最新的財政司長 請問往後介紹 好 主要觀眾帶你展望到 位在香港的會展中心的最新現場 就在剛剛稍早 韓國瑜已經上台自辭了 並且現在正在預言 所以香港中華記者所謂 會簽訂相關的合作意向協定 並且顧贈禮物 而剛剛韓國瑜在台上自辭的時候 特別有提到 他強調說 他與林鄭月娥的對談內容 他認為不只是 所謂的香港採購 將近日本四分之一的農漁產品 實在是讓他相當震驚 由於台灣只佔了3.6% 因此如果可以拉高到 將近10%也好 或者說15%的比例也好 恐怕是合理 而且可以預期的目標 因此他發向紅葉 希望能夠把高雄農產品也好 漁產品也好 通通賣到香港來 而且他再舉自己的選舉經驗 強調說高雄就像是一個睡美人 即使吃了所謂的毒蘋果 但未來高雄現在 已經是崛起的巨人了 因此在這個情況下 全世界都會看到高雄的光芒 而目前韓國瑜在台上接受 包括與眾人的合照階段 我們先來進一下現場的畫面 我們看到現場現在目前呢 已經簽署所謂的 有一個不為認知的內密 就是說這整次的香港行程相關的安排 不管是見到廁守 說的林鄭月娥 又或者是說晚上 像一些信和集團相關的活動 都是有所謂的 就是這個香港 中華進出口商會 其中的一個會長 其實是說玲瓏安在區域中牽線安排 一度促成這一次 香港行能夠完美的進行 以及有這樣的一個豐富的內容 包括說監視協定也好 參觀也好 甚至是會見特首也好 現場持續的在進行活動 我們再進一下現場的畫面 不好事實上 這一場活動也最特別的 事實上台下還有一個不為認知焦點 就是他的妻子李嘉芬 也一路的伴隨在他身邊 而今天的座位 是坐在韓國瑜的座位後面 他全程包括其實從坐車也好 或者說下飛機也好 李嘉芬一直相當低調 由於他是自己自費前來 今天身穿了一襲綠衣 他只強調說自己就像保姆一樣 是最強的韓本 一路要照顧韓國瑜的工作 因此他盡量的避開焦點 避開美光燈 就是希望能夠將所有光芒 都聚焦在不管是高雄 與香港的經貿以及文化交流也好 但是還是遭到外界捕捉 事實上他總以默默的方式 移以不理的一路 跟在韓國瑜的身邊 而在稍後 韓國瑜即將在完成 這樣的一個簽訂儀式之後 便會到中環廣場 進行與所謂的信和集團 相關的一些參訪也好 到最後的包括晚宴 本台已經掌握到了 他們的晚宴地點 就會是在所謂的金子集這個地點 而這個地點 剛剛其實稍稍稍有介紹過 所謂的金子集 就是他即將與隨和私事團 用餐的地點在後往 其實是他象徵的是香港 回歸中國代表一個重要意義的 一個象徵 因此特別選擇這個地點 是不是香港政府有所想要表示 韓國瑜對於這樣的一個作法 又會有什麼樣的回應 恐怕都很值得期待以及關注 由於現場的媒體相當多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現在大陣仗 將近有30到50家的媒體 因此光是拍照流程 就必須要耗費許多的時間 這次選在所謂的大會堂 也是為了容納像這樣的一個 媒體熱度 才需要這麼大的場地以及空間 不過也可以見證到 韓國瑜的魅力 其實這不只在台灣 甚至是來到香港 在整個東南亞 在整個亞洲 都已經心生力力心想力 而港媒也相當好奇 究竟這樣的人物如何讓他口中的 高雄巨人覺醒 從深睡當中再醒來 並且如何把高雄的餐廳 推往台灣 大家都想要親身感受一下 韓國瑜親身的魅力 我們現在呢 在回歸到現場的 事務處報告是 這個理事長蕭翰俊 以及相關的官員呢 要簽署相關的儀式 我們帶你來進行現場的畫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包括有所謂的農會代表 理事長蕭翰俊 以及余慧 還有香港的 所謂中華出入口商呢 已經簽訂合索意上出入了 未來最近會賣出多少漁獲 雖然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數字 以及答案 但我已經很關注的是 這次從包括影樂的氛圍也好 或者說見到所謂的行證長官也好 到未來的核心集團 就是接下來在將近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以後的行證 以及晚上呢 韓國瑜還即將要到 所謂的中環記號碼頭 參加所謂的夜遊香江 並且呢 根據掌握 他還有可能會到所謂的尖沙咀 走星光大道 如果落實他所謂的東西賣出去 人要盡得來 這種概念 去參訪所謂的香港 究竟怎麼樣去經營在維多利亞 這樣的一個經驗 藉以把他移植到高雄的愛河 包括未來的愛情摩天輪 相關的發展 通通可以做一個借信 他必須要輕身輕腳做一個體驗 但事實上他從早上將近9點鐘 就一路到晚上 我們預計可能到9點10點 都會有相關的行程 等於是將近12個小時的鐵人活動 所以我們現在回哪個回頭看一下 現場韓國瑜簽訂合作 似乎是已經儀式將進要結束了 好我們現在台上官員已經陸續結束了 韓國瑜也已經即將下台了 稍後如果有更多最新情形 將會繼續掌握 事實上進到將會口內 好 觀眾朋友 您現在所看到的畫面 就是在剛才這個簽約的儀式已經完成 那麼高雄市長韓國瑜 他也跟香港的這個中華出入口 商務會會長林隆安 那麼兩個人互動非常的緊密 那麼在剛才我們其實也特別提到了 就是在這一次的這個簽約呢 簽了這個MOU是四年兩千萬港幣 要把這個高雄的農漁產品 行銷到高雄 出口到高雄 事實上像現在呢 佔有的這個比重 這個台灣賣到香港的 居然這個農漁產品只有3.6% 這個數字其實讓高雄市長韓國瑜 自己都直呼非常的驚訝 那麼也因此他希望 能夠有更多的成長的空間 好 那麼現在我們也看到 包括副市長葉匡時 還有農業局長林芳明 他們也都在這個高雄市長韓國瑜的旁邊 我們現在看到持續來 這個進行這個簽約的儀式 那麼現在你在台上看到 這是香港會展中心 在今天所進行的香港農漁產推薦會 以及簽約儀式最新的畫面 好 我們現在看到在這個現場 剛才我們聽到這個數字 其實聽起來 其實高雄市長韓國瑜 他也非常的希望 能夠因為有這麼樣的 大的一個成長空間 他希望能夠做出更多的努力 但是有沒有機會辦得到呢 國慶兄 你看 3.6很低 韓市長的旋風 今天有80幾家的媒體 爭相報導 現場幾爆 我們就看到說 這群所有的華人地區的國家 只要有華人的地方 好像都說 興起一股韓風 韓潮 剛才他說的這麼簡短的過程當中 我真的滿佩服他 我必須說我真的很佩服他 因為一般的行政首長 如果參加一些主持的 那個會定的圍 那是講話講到 會對他在插嘴 嘲哭 他還一直說 講到枯燥 有話講到 會對他把拔拔牠下來 但是韓國瑜市長 你看他那個光芒那麼強 結果他短暫的3分鐘 就可以幽默當中不失 他的主題 又可以帶進去 讓人家短節有力 就感受到他的幽默反應 他說高雄好像是 本來是睡美人 現在是已經蘇醒的巨人 現在大家都看到高雄 事實上很多的國家都是 政治中心跟經濟中心是分開的 全世界前的國家都是這樣 我們希望說台北做政治中心 高雄未來變經濟中心 剛才我們才了解說 其實我們台灣才佔 香港進口的3.6% 3.6%的概念 但是3.6% 高雄又佔了3.6%的多少 其實我們才佔了日本的1.7 因為日本佔了大概1.4 它25% 25%我們3.6% 差不多1.7%而已 所以我們未來明顯的空間 可以再一直的放大加強 這也讓我們高雄的這裡 攝影人朋友畜牧業也好 各行各業 你們感受到未來的高雄 一定會越來越好 我們的經濟面絕對會一直提升 這只是單一今天是香港而已 我想這幾天的四個城市 會慢慢加溫 慢慢加溫 而且那個成績會越來越好 相對的不只是高雄 也帶動了整個周邊縣市 我也希望說民進黨的縣市長 你們要跟著做 不要只光看人家做 再由黨中央再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把高雄的農藝產品賣到香港去 四年兩千萬港幣 折合台幣差不多七千八百多萬元 訂單到手 馬上回來 部署 部署 佛 特效 dow